最近都睡得很好 因為最近開始做運動了 身體很容易累 所以經常很容易睡著覺 但是很神奇的是 每次做完運動回來家之後 我都覺得很累 然後就很想在沙發裡靠 然後就睡著了 晚上到我真正要睡覺的時候 我又睡不著 其實比起運動前 我覺得我睡少了 但是我的睡眠質素好像是好 隨著肌肉痛的出現 其實都覺得滿足的 你要做足夠的運動才會感覺到肌肉痛 然而我現在是有的 現在可以天亮的時候 我都盡量天亮起 首先今天第一樣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我之前的日常Vlog都跟大家說過 就是要跟大家再次推介這個 Bear by For Real Sweden 熊仔按摩器 因為上次在日常Vlog介紹之後 我看到大家的反應都不錯 所以我想更加多人知道這個產品 簡單再說一下它其實有什麼功效 其實它就是一個眉電科技的工具 因為你按一顆按鈕 它就會開始震動 它可以利用眉電的特性 可以幫我們臉按摩 令臉皮膚比較緊緻 從而會有提拉的效果 而這個Bear 可以配合它們會有專用APP 按Start的話 因為它這裡會有步驟 那你就可以跟著它的步驟 先塗那個Serum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臉上這樣 再去按摩 要用一點力 少少拉斜的感覺 才有效 你會在這個位置 感覺到有一點點 電流流動 這是正常的 對 上了產品是會比較好推 所以建議大家 去塗產品才用Bear 雖然你會感覺到它有電流的流動 但因為它們有一個Anti-Shock System 它可以穩定電流 隔絕危險 所以用的時候不需要太擔心 而且超級容易用 你這樣按著按鈕 然後配合APP 你就可以用 超級方便 它充一次電 就可以用90次 我現在用那麼久 都只是充過一次電 那我也長期用了Bear 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實臉 這些V字位是有FIRM度的 因為它這樣震 然後你這樣拉的時候 其實它真的有幫助很多 好過你這樣用手去推 去拉 因為用手會累 但它不會 而且你塗 Serum的話 可以幫助Skin Care 更加快去深入皮膚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會配合這個Bear 來去塗我的Skin Care 大家快點買一個 回去玩一下吧 它還有很有趣 它有不同的大小 它之前的洗臉機 都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大家可以選擇一個 覺得適合自己的 但我覺得這個 它剛剛好 它這個大小 是配合我的臉型 看看這個Great yogurt 超喜歡吃Great yogurt 比起一般的Youtube 黑胡椒 很可愛 我看到E-Mate 有這些mini妝的香料買 這裏有Rosemary 有蘿蠣 有蘿蠣 有Parsley 黑椒 有辣椒 這樣 都很好 小小的一盒 然後這一袋是8000W 因為通常你只買一盒大的 都要4000多 我覺得這樣 裡面什麼都有多好 好 好 然後 應該要一些檸檬汁 少少 然後少少的鹽 因為把它切一半 這樣 會入味一點 OK 這次是第一次用Youtube去醃肉 但因為我經常在網上都看到有人 是這樣的做法 然後我要用我人生第一次的 氣炸鍋來做食物 但我可能知道我買了氣炸鍋回來這麼久 我是沒有用過 反而焗爐是比氣炸鍋還要遲 我反而還經常用焗爐 我好像很小 我一塊放進去也沒有位置 我看到網友說是要先加少油 放進去 咦 這個面子是不是都要加少許油呢 oh shit 太多了 真的要塗上去 令人氣渣 180度 5分鐘 話說其實我是想吃墨西哥卷 所以我買了這個應該是那個墨西哥卷的餅皮 咦 我本來以為是就這樣吃 但它是說要加熱 嘩 很大塊 你看 卷起來 是這樣 先黏了 緊張的 剛剛叮了 是... 應該還未可以的 應該要再弄一會 太看得起來了 然後我買了這個芝麻菜 本來我想買Basel的 但沒有啦 找不到啦 它是不是香草類的菜 嘩 超級香 我應該超喜歡吃 好像有點爛爛的 有點軟的狀態 不知道 切開才知道它是什麼 切開也沒問題 但這邊好像不用得了 很緊張 嘩 好熱啊 怎麼這樣整塊那麼水呢 啊 第一次用得這麼吃啊 嘩 第一次用得這麼吃啊 嘩 第一次用得這麼吃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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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玫瑰花醬 先加一點點下去 因為 乳酪的本身不太甜 所以可以加一點 這麼少 可以吊味 我還是決定 煎一煎它好像 好一點 可以焊熱它 好 在它焊熱的期間呢 我們的雞排已經出來了 不是雞排 雞公肉 但它賣起來不太漂亮 而且我發覺怎麼縮水呢 很緊張 應該熟了 熟了 我先偷吃一塊 不知道它夠不夠味 再一次醃 很好吃啊 酸酸的奶的味道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乳酪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多一點 還有呢 那些肉挺嫩的 然後我想放一點沙律醬 不太多一點 倒來一點 一滴 好 然後拆勻它 吃大量的芝麻菜 然後還有些洋蔥 我也是超喜歡吃洋蔥 生洋蔥 現在才是重點 要捲起來 那些人是要打斜切的 那個橫切面是不漂亮的 因為沒有紅色的東西 人生第一次的墨西哥卷 加幾粒番茄給它 會不會漂亮一點 這個早餐好像有點豐富 如果我不好好處理雞胸肉的話 我應該會很快吃鹽 因為在我這個漫漫長路的運動過程裡面 我應該是要好整天 之後應該是會好整天吃雞胸肉的 我真的不希望每天都是吃那個鹽 和黑椒的做法 因為會超滿 而且我以前是不吃乳酪的 是來韓國之後 忽然間喜歡了吃 而且一定要是Great乳酪 吃慣了Great乳酪 你再吃回普通乳酪 或者有味道的乳酪 你會覺得超甜 超不習慣 怎麼了 很美味 如果是以往的我 沙律醬 那些醬一定會加很多 我剛剛這樣吃了第一口 我忽然間覺得其實 是夠味的 所有東西都 為什麼之前會加這麼鹹的呢 還有它這個墨西哥餅皮很好吃 而且聽說餅皮那個 卡路里好像不太高 所以減肥的時候 好像可以多吃 芝麻菜又好吃到爆炸 非常成功的早餐 由於早餐快雞控肉 比較難熟的關係 所以 所以現在打算把它切粒 就會容易熟 醃料 一定不可以少了米酒 真的覺得這個米酒 買得非常不錯 白胡椒我覺得很好用的 黑椒 鹽 因為待會兒想著 可能會加一些紫菜 進去做 所以 調味就不太鹹了 少少的 之後因為沒有生粉的關係 所以我用 薯粉 綠粉 來代替 少少的其實也是 隨便 這個 是我上網看回來的 但我不是完全跟著它 我自己改良了少少 醃料 然後就是把這個雞肉 這樣 蘸芝麻 嘩 然後就這樣去氣炸它 好 現在就要拿去氣炸 搞定 賣相超美 加紫菜 因為我覺得剛才 我的早餐有一點點飽的關係 其實我現在不是說真的 很餓 所以就打算吃這個 芝麻 紫菜雞 然後可能會加幾多番茄 就這樣吃它的原味 嗯 嘩 果然芝麻超級香 我本來以為它的味道會很濃 但是 比我想像中太厚 就是 芝麻 那個味道 不會太過分 我覺得 現在要加紫菜 嗯 加紫菜之後那個 鹹度就剛剛好 成功 其實雖然吃雞胸肉 但我覺得 那個名字或者是 賣相看下去不健康 但是 我覺得因為整法是氣炸 所以又加了少些油 一條味料也不算太多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一個好嘗試 而且我覺得氣炸鍋真的很好用 嗯 嗯 這個冰箱是有玫瑰味的 所以現在經這個花灑出來的水 超香 超香的味道 之前煮香水的時候 我都買了一些蒸油回來 這次可以使用這個 Rosewood的Rosewood Rosewood是有安眠鎮症 穩定的一些功效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我現在的狀態來用 超舒服 水有點熱 我最近不是開始做運動 最近腿部的肌肉都用得挺多 因為去做PT的時候 然後去舉完機 之後都會用到跑步機 有時候走有時候跑 大概都會30分鐘至45分鐘 對於一個多年來沒有認真運動的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我腿部的肌肉痛都不少 所以我覺得浸浴真的超級舒服 現在非常享受這個浸腳的時間 如果大家平日逛街 逛得很累 或者你那天上班 站了很久的話 在家裡開盤熱水 如果你有香薰蒸油當然是好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其實你就這樣浸熱水 你浸大概10至15分鐘 已經是很舒緩整個人了 現在我浸了十幾分鐘 我覺得整個人的血氣是非常運行 冬天就更加應該做 但我最近才開始 因為我最近才開始運動 這個浸腳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好 現在要來做夜晚的餐 忽然間很想喝龍湯 所以我剛剛就去買了西蘭花 下鹽去洗西蘭花這個方法 我們上網看到一些煮中菜的師傅教的 如果菜裡面有蟲的話 鹽分就可以把它們拿出來 在韓國的話 大部分人 他們都有用梳打粉 大概浸 好像20分鐘 現在就要做鹽酥雞 因為又是太想念台灣的食物 然後上網看食譜 原來是很容易做的 把雞肉切粒 大概這麼多桃 一斤半 其實本身要加生抽 但沒有生抽的關係 所以我就加這個 Cook Gun 我覺得也不是很大分別 兩斤 我看到也是說要加那個五香粉 但在韓國真的買不到五香粉 所以我就skip了 其實我覺得就這樣 用這一部分的調味 應該都感覺上挺好吃 然後準備薯粉 就可以把雞肉 上粉 然後才拿去炸 緊張了 會不會成功呢 你看現在是敷了 然後說要在表面再淋一點油 其實應該要噴油會好一點 但我沒有噴油的糊 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沒有加芥油 剛才醃的時候 Shit 180度 6分鐘 好這個時候我要準備 藤包菇 我可以加一點油 好了現在就是打開了 看看效果是怎樣 然後翻一翻面 嘩超級香 然後再 兩分鐘 哇 然後呢 放一些 杏包菇 進去 現在拿去炸 可能也是 六分鐘 然後我做這個西蘭花 龍湯是超級簡單的 首先就是把西蘭花 打碎了它 好 好 接著呢 就直接把這些攪布物 倒進去 好像可以加多點水 都可以 嘩超濃 好 好 我的杏包菇已經搞定了 然後它縮光了很多 非常頹色的一頓 超漂亮的這個綠色 現在就可以調味 這樣一塊 好今天的晚餐就是走台灣夜市風 再配一個西式龍湯 杏包菇 我真的覺得這用氣炸鍋 不錯 因為它不是炸 但是它做得完全是炸的口感出來 今天一夜三餐的主角 雞胸肉 好 好 在焗爐焗的時候 都有時候會焗到 變得有點乾 但是 這個裡面完全沒有乾 超級嫩滑 我可能真的差五香粉 所以沒有台灣夜市的感覺 想不到台灣夜市是 這麼需要五香粉 超好喝 如果你是很喜歡喝龍湯的話 但是平常喝龍湯是加很多奶油 很多奶油 這個算是健康版 所以不加奶油 加奶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大成功 今天的一日三餐 用雞胸來煮食 其實我覺得 雖然我現在開始做運動 我最終目標當然是 減肥有一個 超級fit的身形 但是 比起 減肥的速度 或者比起結果 反而是 覺得這個過程更加重要 首先 我不可以 令自己 不愉快地進行這件事 因為 始終我覺得是 漫漫長路 因為我也不急於一時 可能要一個月減20kg 不可能 我也是沒有這個想法 而且尤其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做運動 暫時不是一件享受的事 暫時都是辛苦的 所以 我會想在吃東西方面 可以彌補到我的心靈 但如果我失控去吃其他很肥的 譬如蛋糕 披薩 炸雞 是不行的 一樣都要用同一樣的食材 但我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或者是用一個更健康的方法去做 我會想到類似的口感 或者味道出來 其實我是覺得非常之滿足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加油